当我们在讨论严谨性和客观性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什么 我们在讨论归纳的强度 所有定量的智慧集结起来 居然直接把因果关系给消灭了 我们身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们身处一个被统计学笼罩的世界 胸部之差 一把插进了知识的深处 摧毁了知识的根基 事实也证明 人类从这个空间中获得的指导 比人类从神话预言 宗教训剑那里获得的指导 要更加的有效 但你不要把科学当成新的神话和新的宗教 这是一种原始人的归纳 简化这些期盘 你欢迎回到汤制看门制 我们继续聊逻辑 我们先回顾一下逻辑系列的使命 我们说我们要在关于逻辑的知识 和关于逻辑的能力之间搭一座桥 我们说桥上有三把利剑 三枚盾牌和一面反观自己的镜子 它们分别代表了三种推理 三类谬误和我们对逻辑与口语表达能力 之间的关系的澄清 我们上期花了一整期时间来把演绎逻辑之键 了解了演绎逻辑的基本原理 发展路径以及它在现实中的逆天级的应用 从AEIO四个基本面积的关系 到三段论 再到数理符号逻辑 再到计算机 到人工智能 从AEIO到AlphaGo 不愧为最锋利的逻辑之键 但我们却说它是最难用的一把剑 我们只能用人类只能用外挂的形式来使用它的力量 为什么要这么埋态人类呢 下面我们来做个判断题 汤智盯着张三 张三盯着韩梅梅 然后汤智已婚 韩梅梅未婚 请问是不是有一个已婚人士盯着一个未婚人士 A.是 B.不是 C.不能确定 请在弹幕里给出你的答案 这个问题选自心理学家斯坦诺维奇的著作叫超越智商 据说80%的人都会答错 不管你是高材生还是朋友的民众 大部分人都会选C 因为有些信息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张三有没有结婚 但是这个问题 答案只能是A 因为在一个逻辑系统中 张三已婚未婚是不重要的 因为他要么已婚要么未婚 在给定的形式中 就一定有一个已婚人士看着未婚人士 这个叫完全吸取推理 意思是我们要对所有的逻辑可能性进行分析 然后演绎出一个必然包含在前提中的一个结论 计算机就是这么自然而然的思考的 但是这对人来说 却是非常不自然的那件事情 所以斯坦诺维奇说 人类都是认知吝啬鬼 这种吝啬体现在 由于C的表述 与我们的直觉是最相符的 在过往的经验中 类似的判断状况好像都应该选C 所以我们的大脑就完成了一个高效而隐秘的综合 跳过了细致的分析 所以我们才说 大多数普通人都是不自觉的 归纳鬼才 类皮高手和演绎残废 演绎残废 虽然这种吝啬残废常常给我们使绊子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它是我们高效思考的前提 道理很简单 像有没有一个已婚人士 看着未婚人士这样奇奇怪怪的问题 我们只能在某种心理学测验上才能看见 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是复杂且模糊的 比如说我应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我应该在哪个城市发展 我应该在什么时候买入 或者是卖出一个股票 如果我们要考虑所有变量的 所有逻辑可能性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做任何决策的 我们的大脑不能处理 也不需要处理所有变量的 所有逻辑可能性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处理有限的经验可能性就可以了 那里的知识就是这么运行的 认知科学界公认的大神 在我们节目出镜率很高的赫博特希蒙 做过一个非常经典的概括 我给大家背诵一下 他说 知识的使命就是在所有逻辑可能性的总类中 挑选出来一个经验可能性较为有限的子类 从而在描述可能性的各变量之间建立一定的功能联系 知识的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确定过去和现在的事实 与未来的事实之间的联系 从而由当前的状况推出唯一一种可能性 这句话有点长 我们可以把定语都拿掉 看看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 他的意思是 知识的使命就是从总类中找出子类 然后描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因为总类中的关系是无限多的 我们没有办法操作 然后我们这么做的最终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确定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 然后从状况中推出可能性 就是有限理性是西蒙最重要的理论 现在是认知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的 底层的这个基本假设之一 他认为人只有在一个 封闭的有限变量的系统中 才能够做出有效的决策 一水一个人一个社会 都有无限丰富的细节和变量 我们必须在无限的变量中 找出有限的变量 才有可能建立功能性的联系 才有可能发现其中的规律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职业选择中 找到一些关键的变量 来帮助我们做职业选择 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关键的变量 来预测某一个股票的长期的走势 如果我们的变量选得好 我们的方法是对的 那我们就很有可能在当前的状况中 找出那些可能性 更高的可能性 然后做出符合趋势的选择 我们必须通过有效的归纳 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上期讲过 归纳推理是从小范畴中 找件大范畴的推理 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 它和演绎推理正好是一个相反的 由于是从特殊观察中 得出一般性结论的推理 所以它不具有必然的有效性 是一种豁然性的推理 所以前面那句 有效的归纳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只能说高强度的归纳 对于归纳的本质性特征 维基百科上的词条 一语道破天机 归纳推理基于对特殊代表的 有限观察 把性质或关系归结为类型 注意这里的标说 对特殊对象的有限观察 把性质归结为类型 我们的经验总是取决于有限的观察 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又总是类型化的 所以如何观察这些特殊的代表 我们又选择把哪些性质归结为何种类型 就决定了我们的思维的质量的高低 也区分了优秀的知识 好的知识和糟糕的知识 前面我们讲直接选择的时候 天空飘过一个图示 这个图示其实是人力资源界 大名鼎鼎的霍兰德职业模型 它是一个久经考验的经验模型 在影响职业选择的个人特性中 它找出了两个非常关键的特性 第一个特性是人的行动偏好 有人喜欢想 有人喜欢干 另一个特性是人的对象选择偏好 有的人喜欢面对事情 有的人喜欢面对人 这两个特性就是两个关键的变量 比如行动力强 且喜欢与人打交道的人就是企业型 适合带团队当领导 喜欢思考而且喜欢琢磨事物的人 就是学者型 适合搞研究当学者 邻近的类型往往是高度关联的 对角向的类型则是反对关系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霍兰德代码 对应特定的职业类型 基于类似的思路 我们还可以把人分成五种 九种十二种甚至十六种 无论多少种 他们都是从所有逻辑可能的总类中 帮我们找出有限经验的词类 并描述变量间的功能联系的知识 基于归纳的知识 和你们一样 我特别喜欢这类知识 因为它能让你在付出极低认知成本的情况下 对一个相对复杂的对象 建立一个相对简单的认知框架 是相对高级的认知方式 它能让我们超越原始人归纳法的局限 就所谓原始人归纳法 这个是我杜传的 所谓原始人归纳法就是二分法 就是好人坏人 安全的是危险的是 喜欢的工作不喜欢的工作 二分法是我们基于单个变量的粗暴类型划分 而且我们还说不清楚 这个变量是个什么 这个特性是个什么 什么是好 什么是安全 什么是喜欢的不喜欢的 就所有的判断标准 都来自于我们的生存本能 前面讲的认知知识 之所以相对高级 是因为它们找出了更多的变量 然后依据它们划分出了更多的类型 让我们对事物有了相对更多元的了解 但这类知识有一个明显的弊端 就是它们好像显得不太科学 十二生肖也把我们分成了十二个类型 对吧 六十四卦 它和这个九型人格 六型人格 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就当我们在讨论科学性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什么 我们在讨论它的严谨性和客观性 当我们在讨论严谨性和客观性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什么 我们在讨论归纳的强度 有些严肃的科学知识看起来格外牛逼 它们有数学化的表达形式 有实证数据支撑 有精确的预测能力 看起来和前面这些简单归纳出来的家伙 不是一路货色 但是它们本质上都是经验模型 差别在于它们对于我们原始经验材料的 归纳强度不同 就整个科学的发展史 本质上就是人类归纳技能的强化史 一部曲折的归纳技能的强化史 为什么是曲折的呢 我们下面来仔细讨论一下 今天的知识之所以更精确了 首先是因为归纳的方法进步了 密尔在逻辑学体系中 为归纳梳理出了五种方法 就是大名鼎鼎的密尔古法 将归纳从一种不自觉的认知方式 提炼成了研究因果的方法 为实证科学奠定了基础 密尔古法的第一个方法 求同法就是最经典的归纳方法 科学家在情境一中发现 事件ABCD和现象WXYZ是一起发生的 然后在情境二中又发现 AEFG和WTOV是一起发生的 所以他推断A是W的原因或者是结果 过去十天我有三天思维的状态特别好 然后正好那三天我也跑步了 所以我推断是因为我跑步导致了我的思维状态变好 求同法是最自然而然的思维方式 但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就是因果区分不了 不知道是因为我跑步了状态好 还是因为我状态好才跑步 第二个原因更致命 就是他没有办法观察到所有的影响因素 比如说睡眠状况 饮食状况 还有天气状况 它们都会同时影响我跑步的意愿 和我的思维状态 所以这里面的因果是纠缠不清的 你观察到的是事件ABCD和现象XYZ 但是真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 一个字幕表属不过来 所以不管是跑步与思维状态的关系 还是某一个习惯与疾病的关系 还是某一种行为偏好和某一种社会成就之间的关系 我们想追究这样的关系都会遇到类似的障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过来人的经验不一定靠谱的原因 除非有一个平行宇宙 在那个平行宇宙中 它除了不跑步 所有的环境 所有的际遇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就是它的绩效没有你的好 它的成绩没有你的好 它真的没有你多 我们才有可能做出某种因果上的推断 这个就是求义法的思路 情境一中ABCD和WXYZ一起发生 情境二中 BCD和XYZ一起发生 所以我们判断A是W的原因或是结果 或是一个重要的相关因素 求同法从共有事件中寻找因果 求义法从差异事件中寻找因果 由于差异性比共性更容易察觉 也更容易被人为干预 所以这就成了科学发现的普遍思路 科学家通过建立对照组 能够非常方便地发现事物之间的相关性 90年代科学家怀疑 吃盐过多会导致高血压和心脏病 于是找了一群倒霉的自然环境中的黑猩猩 来做实验 处理组吃含盐量很高的食物 对照组吃正常的食物 20个月之后 处理组的黑猩猩 血压明显的升高 后来他们降低了食物中的含盐量 血压又下去了 于是他们得出了结论 吃盐过度会导致血压升高 准确地说应该是吃盐过多会导致 黑猩猩的血压升高 那吃盐过多会导致人的血压升高呢 理论上是的 但是你很难找到直接的实验证据 因为人的生活环境比黑猩猩要复杂很多 然后之前的饮食习惯 生活作息都不一样 这些数据是很难被完整地收集的 而且你不能像处理黑猩猩一样 去把一群无辜的人放在实验的环境中 让他吃有潜在风险的高含盐量的食物 这个在伦理上是不会允许的 这种情况下求同求异都是无法使用的 我们只能使用最后一个办法叫共变法 就在情境A中ABCD和WXYZ一起发生 在情境2中A发生了变化 BCD没有变 W发生了变化BCD也没有变 所以我们推测A和W有一定的相关性 求同和求异属于定性的推断 要么有关系要么没关系 但是共变法属于定量的推断 他追问的更具体 他问在多大程度上有关系 所以从求同到求异 是一种算是思维方式上的转变 然后从直观的这种归纳到实证的干预 算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巨大进步 但是从定性走向定量 这背后的意义就非常深远了 它是一种认知模式上的巨大转型 这背后的意义可能连密尔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人类为万物定量的历史是从结神祭祀开始的 我们发明数字 研究数学 是为了发明一种语言和工具 来用最精确的方式描绘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 为此数学家付出了卓绝的努力 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谁能想到二十世纪之后 所有定量的智慧集结起来 居然直接把因果关系给消灭了 我们身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们身处一个被统计学笼罩的世界 我们前面讲到任何一个对象都有无限的细节 我们要从无限的细节中找出有限的变量来认识它 统计学说我就是来干这个事情的 在统计学的世界里面 对象不叫对象 叫总体 总体是不能直接被认识的 我们只能通过抽取样本来认识它 样本的特征叫做变量 可统计的变量 这里的特征和可统计的变量 请跟之前的特性和变量做一个对应 然后变量的值叫做数据 当我们观察了样本足够多 统计的数据足够丰富的时候 我们就能找出变量变化的一般规律 从而得到关于这个对象的知识 比如说你想知道 吸烟和肺癌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你可以找一千个人 也就是样本 然后记录它们的烟草消费量和肺癌患病率 这两个变量的值 也就是数据 然后通过一系列的数学演算 你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但这个结论并不能告诉你 它们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只能告诉你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是统计学先驱高尔顿 在研究人体特征时发明的概念 他发现身高高的人 臂长也相对更长 但这明显不是因果关系 因为它们共同受到了遗传因子的影响 所以只能用相关系来描述它们 在高尔顿那里相关性还只是为因果提供辩护的证据 但是在他的学生 也是另一位统计学先驱皮尔逊那里 相关性是凌驾于因果之上的 他说存在一个比因果关系更广泛的范畴 即相关性 而因果关系只是被囊括于其中的一个有限的范畴而已 因果关系被降格成了相关关系中的一个状态或者一个特例 因果在统计学上表现为相关系数是一或者是负一 如果你的吸烟量和你的肺癌患病率的相关系数是一 就意味着你多吸一个单位的烟 你的身体就会多一个单位的肺癌因子 这是一个世界观的反转 我们一般认为是相关性反映和表现了因果关系 但是皮尔逊就告诉你 是因果关系反映了相关性 相关性和概率是自然的语言 因果是人的观念 我们把相关和概率解读成了翻译成了因果关系而已 理论进步的同时 实证手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同学领域的极大成者费十二发明的随机对照测试 可能是有史以来人类获得的最强实证手段之一 随机取样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了那些同时影响因果的干扰因素对我们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跑步的时候提到的这个睡眠因素 天气因素和饮食因素 这些因素在统计学中被叫做混杂因子 是妨碍我们获得因果关系的元凶 假如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随机选取一万人 虽然他们也有可能有类似的生活环境和饮食作息 但是由于样本的随机性 这些变量对于样本的影响就被稀释掉了 我们只需要关注跑步习惯和某些智力测验之间 有没有线性关系就可以了 理论上只要我们的资源是无限多的 我们就能得到一张表达了所有人类可能的行为 和与之对应的身心状态的变化关系的表格 这个就是统计学给我们的 关于人类这个总体的参数 也是我们在统计学的语境下 能够得到的关于人类这个对象的知识 今天几乎所有的学科 都在用统计学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研究成果 我们也多多少少的接受了 皮尔逊所倡导的那种世界观 从二元到多元 从直观到实证 从定性到定量 从因果催断到概率的分配 这个过程是我们对归纳的作用 和它的局限性逐步加深认识 然后我们的应对手段逐步升级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把整个过程粗略的理解为 归纳在我们的经验材料中建立了类型化的对象 然后识别了因果关系 归纳强度的提升让我们的对象更加的具体 关系更加的明确 统计方法的代入让我们可以处理无限复杂 无限庞大的对象 因为再庞大的总体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样本渐渐的认识 在这个过程中 样本的特征变成了变量 然后我们把这些量带入到了一个严谨的推移空间 然后演绎出了一系列的相关性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建立了我们想要的功能性的联系 所以那些看起来放之四海皆准的科学性的知识 其实是高强度的归纳和高精度的演绎的结果 这么看来今天的知识已经无限逼近它的最终目的了 就是确定过去和现在的 以知识时和未来的事实之间的关系 然后从当前的状况推出一种唯一一种可能性 注意啊 这里的重点在于无限逼近 你去看严肃的这个论文 他们在报告他们的成果的时候 会告诉你他们的成功率高达99.999% 治愈率99.999% 然后你去做亲子鉴定 医生会告诉你 你眼前的这个小朋友99.999%是你的孩子 这就是基于归纳的知识最尴尬的地方 大家看到了这张图显示了1900年 到1960年美国人均吸烟量和肺癌死亡率的增长趋势 这60年间美国烟草销量猛增 肺癌也从一种罕见的疾病变成了男性癌症中的常见类型 大量的证据指向了吸烟会导致肺癌 但是人民也总能找到理由来反对这些证据 比如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老烟枪说 你看张学良老将军天天抽烟喝酒汤头 也活到了103岁 你怎么解释 这种孤症我们可以不用解释 但是有一些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 比如说这60年间人类的集体生存环境都产生了剧烈的变化 汽车保有量在增加 然后尾气在增加 我们的空气质量在持续的恶化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肺癌的出现 对吗 有些人没有抽烟他依然患上了肺癌 你为什么要跟烟草公司过不去呢 你会说我们不是还有随机抽样大法吗 我们可以通过随机抽样大法 找出吸烟频率和病死率之间的关系 即便是这样 高明的反对者依然可以说 也许是某些基因导致了有些人就是喜欢吸烟 而且这样的基因会导致其他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喝酒这样的生活习惯出现 有些人的患癌率就是要比普通人高 吸烟只是诱发了这种基因的表达而已 健康的正常人 吸吸烟提神醒脑延年益寿 没什么毛病 这个高明的反对者之一 不是别人 就是随机抽样大法的发明者 统计学的泰斗 著名的老烟枪 费十二同志 这样的反对意见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被证伪的 事实上在21世纪之后 基因技术发达了之后 我们真的找到了类似的基因 有些人抽烟就是容易上瘾 所以你会发现 有些反对意见是非常犀利 看起来合理 而且甚至是有一些先见之明的 我们且不论真正的因果是什么 这至少反映了一个现象 就是仅仅是基于统计学上的结论 我们得到的事实是非常的脆弱的 压倒性的证据还是出现在实验室里面 上世纪50年代 医学新刊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人们在这个小白鼠 倒霉的小白鼠身上涂抹烟胶油 结果倒霉的小白鼠真的患上了癌症 人们还从烟雾中分析出了 之前已知的这个致癌物质 虽然在逻辑上 老鼠得癌症不一定仍会得癌症 已知的致癌物会导致癌症可能是另一个统计的结果 但是这个时候你再耍流氓就不合适了 实验数据加上之前的统计数据 已经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链 这才有了这张图的后半段 美国人均烟草消费量的峰值出现在1946年 当年美国卫生局的局长在一份报告中声明 在男性中吸烟与肺癌有因果关系 最后烟草销量骤降 肺癌死亡率也随之下降 回看这100年的数据 你会发现人类完成了一次极其成功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干预行动 但是如果你只看前面是60年的话语和学术的针锋 你就能体会到人类在用统计来捕捉因果时的满脸的尴尬 讲这个例子是为了引出一个思考 当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还存在着盲为 当我们的实证手段还存在着局限的情况下 统计意义上的可靠知识它到底有多可靠 基因曾经是我们的盲为 化学的提纯 高精度的化学提纯也是科学革命之后才会出现的事情 我们有幸跨过去了 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乱丢头子的上帝 然后是一个在理论上我们能推导它存在 但是怎么也观测不到的黑暗世界 这个前提似乎是没有办法摆脱的 盲为会永远存在 观测的手段 时针的手段永远都有局限性 所以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办法离开 统计意义上的可靠知识 意识到这一点你就非常能理解皮尔逊 为什么会有那种离经叛道的颠覆性观点了 对人类来说 概率可能是比因果更真实的存在 我们漂浮在这个现象的暗海之上 海里面全是各种混杂因子 它影响着潮水的方向 这些知识是我们能够抱住的 够得着的最粗的一根浮沫 这里要补充的是 因果推断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很热门的学术问题 如果你对这方面的前沿理论感兴趣 可以看看这本书写得非常的精彩 不论前沿的理论是怎么样的 因果推断问题之所以把科学家搞得焦头烂额 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 归纳问题 因果问题是一个经典的哲学认识论上的问题 早于米尔的100年 皮尔逊的300年 哲学家休莫挖下的那个坑 到今天都没有被填上 休莫当年把人类的知识分成两种 一种是关于事实的知识 通过经验得来 就是我们说的归纳的综合的知识 所有的天鹅都是黑色 另外一种是证明的知识 它是理念性的 与事实无关 比如说形式逻辑 数学推导都是属于理念性的知识 如果所有的天鹅都是黑色的 那么澳大利亚的天鹅也是黑色的 如果前者为真 那后者是一个必然的导出 这种二分法就是传说中的哲学神器之一 休莫之叉 休莫之叉 一把插进了知识的深处 摧毁了知识的根基 因为所有演绎的知识 都是基于归纳知识建立的 所有归纳的知识 又受限于人的经验能力 所以 米尔的工作 皮尔逊的工作 费舍尔的工作 无非是把这个叉子 捏得紧了一点而已 但是这个间隙永远存在 那个0.0001% 0.0001%的可能性 那就是证明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前面的一个观点 有些严肃的科学知识 看起来格外的牛逼 和那些 简单归纳出来的知识 好像不是一路货色 但是本质上 它们都是经验模型 它们都是归纳出来的知识 从简单的二分法到定量的统计 技术上不断升级 但是内核没有变过 学家奎因说 就认识论的立足点而言 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上 而非种类上的不同 两种东西只是作为文化的设定物 进入我们的概念的 类似的话 皮尔逊同志也说过 立足为运动的因 与树神作为生长的因 可以等同视之 奎因的下一句话倒出了重点 他说 物理对象之所以在认识论上 优优于大多数其他的神话 原因在于 他作为把一个易于处理的结构 嵌入人的经验之流的手段 以证明是比其他神话更有效的 立、时间、相关系数、概率 它们是更容易被处理的结构 准确的说是更容易被我们的实证的手段 所测定 被我们的数理逻辑所演绎的结构 我们经由这些处理 在一个杂乱无序的经验场域中 建立了一个变量有限的空间 我们在里面获知了变量间的功能联系 专家们发现这些联系 我们运用这些联系 来应对未来事件的 未来状况的不确定性 世界证明 人类从这个空间中获得的指导 比人类从神话语言 宗教训剑那里获得的指导 要更加的有效 但你不要把科学当成新的神话和新的宗教 这是一种原始人的归纳法 讲话归纳推理 大家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 就是好像我们了解了 演绎和归纳的来龙去脉 它的基本原理之后 我们就搞清楚知识的构成 和思维的规律了 这个真的是一个错觉 我们最多可以说 我们对演绎和归纳的规范应用 让我们获得了一些 结构清晰的 看起来很有科学性的知识 但是人类的认知过程 本身是非常复杂的 我今天能说出这些话 你能够很快的理解我画里的意思和我的画外之音 这里面有一系列非常妙的事情 非常奇妙的过程在发生 在归纳和演绎之前 在结构化的知识之下 还有一片未知领域 那里藏着我们思维如此高效 如此有趣 如此神奇的秘密 下一期我们要追本溯源 去到认知语言学的领域 我们来见识一下思维之火 类比 类比推理在传统逻辑中是跑龙套的角色 经常沦为归纳推理下的一个子类 但是在认知语言学中 他却摇身一变成为了扛大旗的主角 大量的研究是围绕着类比推理展开的 比如我手上这本 认知学界的大神侯士达的表象与本质 它的副标题叫 类比思维之源和思维之火 整本书这么厚 就论证了一个观点 思维的核心就是类比 下期节目会非常精彩 我稿子都已经写好了 会很快和大家见面 你一定不要错过 好 如果你还在 我就真的非常爱你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想要获得本期节目 或者往期节目的拓展书单 可以去到我的公众号 看本 吃着回复 超人就可以得到了 如果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 欢迎你三连支持我 好 这里是简化世界 启发你的汤式看本制 我们下期节目马上再见 祝你成为超人 Just give me what I want I've been waiting so long I'm ready where you are You know I want ya